1986年导演丁善喜将823炮战搬上了大荧幕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当年台湾清拳台之力而做 光军队就先后动用了50万 这也是台湾军教片的巅峰之作 可惜由于影片是站在当年台湾角度拍摄 直到现在还一直被禁放 中影公司的优秀演员也基本云集于此片之中 金门炮战又称炮击金门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 对巨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 进行的惩罚性的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 蒋介石一直有反攻大陆的梦想 而金门就成了实现他这一梦想的桥头堡 1958年8月中旬 解放军在福建前舰部署了450余门火炮 国军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同时向金门赠兵黄排长的一个班 首先到达集合点 他们都知道这可能是一次演习 表现突出的就可以放荣欲驾 结果 王晋才因在大战之前售卖鸣金片被原地惩罚 之后 国军士兵乘坐美国支援的军舰向金门出发 吴旺再举这四个大字 是蒋介石提写的 意思就是不忘初衷 不忘家乡 更是鼓励国军历经图治 我心尝胆反攻大陆 但也成为了以后两岸一家亲 吴旺家乡的最好证明 纪会同的班被分发到列宇红山第一线 他们所防守的区域是左右两百米 前后一千米 狄龙饰演的吉星文将军前来视察 他很赏识黄牌掌挖设的战壕 并让其他部队向他看齐 黄牌掌从瞭望镜中看到对面的解放军正在运送炮弹 吐载因家里的媳妇快要生产 于是他私自脱离港哨去商店给媳妇买东西 结果却被班长抓了个陷阱 在班长与所有人的请求下 罚他连续站岗十天 其良辰是炮兵指挥官 他是一个严厉且体谅下属的人 虽然炮连连续训练阵地变换多次 但他依然让连长继续训练 只有不断训练才能保持战斗力 要用一门炮打出一个连的火力 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炮击金门作战 对国军的重要设施给予炮火打击 守军炮兵还击 双方炮弹你来我往 这一天 解放向金门射击了6万发炮弹 足足4个多小时 因炮连与指挥部失去中断 定私自开炮 结果被指挥官一同批评 在这次炮击中 两名副司令官被炸身亡 吉兴门副司令官也因重伤不治身亡 指挥部需要重新交接部署 所以一直没有下令开炮 由于弹药稀少 司令部传上来消息 解放军不断地炮击 使金门就像一个大火盆 国军全部人员只能躲到底下掩体内 美国中情局的两名特派员带来消息 要让金门的国军立即撤出 不要发展成全面的战争 因为美国想向对待朝鲜和越南的养 将大陆和台湾愤而置之 实现两个中国 但蒋介石并没有听从美国的意见 如果真是放弃了金门诸岛 就像当于污蔑他的祖坟 金门守军司令交接完成以后 这次下达了全线开炮的命令 通讯元宵喇叭总是趁送公文的时候 来到他的三叔公所在的牌 并给他们即兴表演军旅歌赛戏 炮击开始后 他又一次来到掩体内 结果刚一出门 就被炮弹炸得粉身碎 金门守军收到情报 白石炮台后面 解放军设立了一个重炮群 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都炸不到这个地方 于是派遣挖人部队前去执行这个任务 并将两名情报人员接回来 见面的口令就是 台湾方面派遣了大量的运输船 将金门的百姓撤离该岛 国军制定一个轰雷计划 第一就是海军的六二特潜队 负责将八寸流运上摊投 第二是工兵单位抢购坚固的掩体 第三就是派遣挖人部队迎接情报人员 海上运输这一场景 可谓是大场景 就在今天看来也是震撼至极 黄牌掌是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 构筑八寸流的掩体由他负责 由于解放军的炮火不断射击 他们的构筑进度每天只有一半时间 挖人特种部队利用黑夜摸到了白石炮台 并将炸药埋在了解放军的重炮群 其中国军的父母也在这个村子里 他只有五分钟时间与父母相见 战争的到来 又有多少家庭 妻离子散 两岸人民的亲情终究割舍不掉 构筑掩体的工兵 不断遭受解放军的炮击 天还没有亮 六二特潜队将四门八寸流运上的摊投 并成功放到掩体内 国军有了重武器 根据计划也开始了猛烈的炮击 从8月23日达到10月6日 金门炮战经历了45天 解放军共发射了561598发炮弹 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823炮战》这部电影是以国民党军队的角度而拍摄 不管是否丑化 战争都是残酷的 希望保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